在美国以色列双方官员见证下 台拉维夫附近这座工厂正式剪裁启用 未来这座属于国营以色列飞机公司IAI的工厂 要负责生产超过800组的F-35战机主义 在预定出货的3200多架战机当中 大约占四分之一 另外具备先进显示功能的飞行员头盔 则是由以色列民营的艾尔比特系统公司制造 F-35主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估计 以色列国防工业在F-35生产计划中 可以做出大约40亿美元的产值 四号出席剪彩的以色列官员包括国防部长亚龙 他在以罢问题上的强硬态度 以及在中东和谈上的不合作路线 让美国相当感冒 甚至拒绝亚龙到访 但从国防工业的合作看来 两国关系似乎不受任何影响 以色列已经订购19架F-35 未来总数可能增加到75架 同时经过双方协商 美国同意以色列未来自行增加电子装备 以适应中东的作战环境 另一项值得注意的军售 则是多用途的V-22云音式运输机 这种可以旋转主翼方向 同时具备直升机与固定翼飞机特色的机种 除了运输人员与装备 还可以当成空中加油机或特种作战使用 外电报道指出 以色列最早打算以租赁方式获得6到8架V-22 后来增加为12架 用来支援搜救与特种作战 但以色列国防预算负担沉重 因此美国可能以财务支援的方式 让以色列以将近打对折的价钱采购 而且在V-22的生产排程中 以色列还可以插队 把美国海军陆战队原本的顺序挤到后面 以便提前在2015年买到V-22 记者徐佳仁报道